体育中心林伟番报导台南榨下注运彩全都赔钱 亏通诉委屈破产了 图番设字台南榨实图广红台南榨实被谜称为国师 支持哪队哪队就输球 被球迷誉为球界神秘力量 果然卡达士足塞韩国队与乌拉之战 以及近26日凌晨3点英格兰出战美国 台南榨下运彩全都赔钱 让球迷笑亏伪灾真的被嗨掉了 事后宣布破产了 并崩溃痛诉委屈 台南榨下注运全都赔钱 崩溃痛诉委屈破产了 图番设字台南榨实脸书 台南榨实日前下注韩国队与乌拉圭之战的运彩 赛后痛诉我300块不见了 而英格兰金26日凌晨3点出战美国 他赛前也在社群宣布押英格兰盼翻身 连我都知道英格兰的足球比美国强很多 肯定会把美国踢爆的吧 然后上一场英格兰掉二球 这场还敢掉球啊 3.0或4.0轻松过 没想到英格兰本场对上美国却陷入苦战 最终对以零 零踢平 台南榨实依然没压中 让他在脸书宣布绝破产了 并崩溃痛诉委屈买两次都整场没人进 今天不跟风买彩券了啦 哪天有灵感再说 台南榨实英格兰盼翻身 没想到最终两对以零 零踢平 图翻射台南榨实脸书PO文一出 文女友之之立刻在底下留 你不是才买几百块 电玩实况主玛丽灵溪也留言住 看 这个男人太狠了 此外 其他网友纷纷热议你 买 我们没办法赢钱啊 你买了 看到你买哪对 我 买零 零 国师 您要这样思考 您买了 我们下反的 您赔 点点 我们大赚之后才可以斗内给您啊 谢国师 我们大家一条生路 两队一起被嗨 国师真是是 急的 这两场我都跟你买一样的 感谢 Josh让我早点玩 才能早点进公园卡位 我这边溜滑梯下面可 躲雨 难道不能反向思考 这样还可以赚很多 三 新闻网提醒您 为成年人不得购买或对领彩券 动彩券发行机构及受委托机构员工不得购买 让或对领运动彩券 那位投注标的之运动竞技 是举办单位人员及参与赛事之相关队职员军得购买 受让或对领其所举办或参与赛事之运彩券 购买彩券应该量力而为 勿应过度投注而享正常生活 不过 不过